一只猫的感情到底有多深 这只橘猫被主人抛弃了 它像得了绝症一样 不吃不喝想要寻死 不管女主怎么喂食 它都不肯张一下嘴 没办法的主人只能将食物抹在猫的嘴边 哪怕能吃进去一点点 也能保住它的小命 女主说橘猫绝食已经有三个月了 体重从原来的十二斤瘦到了现在的五斤多 完全可以用骨瘦如柴来形容 这只猫原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黑暗 让它宁可死去都不愿苟活 女主的老公是一名宠物医生 她第一次见到橘猫的时候 就被遗弃在这个位置 凑近一看 这不就是刚刚去我诊所的那只小猫吗 她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女士 来诊所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紧张 还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 估计很难照顾小猫到最后了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家庭 当时她哭得非常厉害 我也答应帮猫找一个新的主人 可没想到她出门就把小猫放到了门口 转身便离开了 志愿者试图拨打留存的电话 可现在已经无法接通 于是只能暂时留在了宠物医生家里寄养 这天她的妻子还专门做了鸡肉和血鱼 用来给小猫们改善伙食 这两只小猫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橘猫则一点胃口都没有 还扭着头躲避食物 看着律意销瘦的橘猫 女主也没有办法 只能带她去宠物医院输营养液体 看着受尽折磨的橘猫 女主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为了一个抛弃你的人 这么折磨自己值得吗 后来又给橘猫检查了一下身体 发现她除了营养不良之外 并没有其他疾病 为了能让橘猫慢慢的好转生活下去 一致决定给她找一个新主人 希望可以让橘猫慢慢的打开心扉 刘女士是一名音乐创作人 同时也是有着12年动物救助经验的志愿者 让她当新主人再合适不过了 当刘女士第一次看到橘猫的时候惊呆了 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瘦的小猫 由于营养不良 她患有严重的贫血症 需要在医院继续治疗 刘女士就每天在这里陪着小猫 可以说非常的有爱 经过了两天的陪伴 她们的距离在一点一点被拉近 橘猫慢慢的开始接受新主人 还会主动的伸出小爪子打招呼 橘猫的状态变好了很多 之后新主人找了一个单独的房间 在这里一待就是一个星期 通过日常的陪伴慢慢建立起了信任感 橘猫也逐渐打开了心扉 开始和新主人互动了起来 她小心翼翼的靠近 居然有爱的坐到了主人的怀里 此时的橘猫已经放下了戒备心理 之后女主拿来了一盆食物 小猫闻了闻后 居然放心地吃了起来 这一幕把旁边的女主惊呆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橘猫终于愿意吃饭了 女主用这一个星期的陪伴 让橘猫又重新找回了生存的希望 后来又过了两个月时间 橘猫在新主人的照顾下 又回到了原来的体重 看着他们玩得开心的样子 或许抛弃她的前主人 应该也放心了吧